190.8.3 迪雪人 9.4.5 迪雪人 9.1 迪雪人 9.623.16 迪雪人 9.620 迪雪人 9.12 迪雪人 10.12 迪雪人 的功法 接下來請收看長老發育 社有知能 聰明慧傑 其善知識 充滿世間 我不與眾修菩薩行 要修菩薩行 修得逮這個 不知能報 互相仇對 學見之作 顛倒迷惑 歷史無知 沒有信心 誰作惹藥 其作惹惠 貪淡無明 種種煩惱 充滿 世間 這是菩薩 修行度眾生出 那這個問題有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向我們求生極樂世界 念阿美多佛 這不是去度眾生去了 是到極樂世界度眾生去 阿美多佛觀神佛在那兒度了 觀神佛在不在極樂世界到蘇佛世界來 到這個世界來度眾生了 這就是 說那麽生極樂世界 說了生死 兩萬生死了 說學本事 等於把你進修 在那兒學了 有了智慧了 再活到說佛世界來度眾生 你看 大家讀到彌陀經的時候就知道了 說 假使又知道呢 又充壞 又諱解 又竟是善知識 充滿世界 就是極樂世界 我不與眾修菩薩行 在第八行的 南行菩薩行的時候 說 我過去 在西藏一班同學 還有我們在古山 從三一年那時候 那幫同學的 很少一個 發願求生極樂世界的 沒有 發願什麼呢 發願到武卓那是 最那裡的地方 確信菩薩道 那就是 南行菩薩去行 這叫南行為 南行為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何以共 我與眾生無所似莫 這就是我們平常的 我們的 過去的 古人說呀 無敵也無莫也 說不決定 就是不決定的意思 與眾生 是随順眾生 不決定 菩薩 他的心 理眾生的心 不下決定 也沒有什麼希望 對眾生菩薩是無所求 但是 一根線 一個毫毛 那麼少的東西 也不求 讚美的語言 禁慈 禁慰來接行 菩薩行 就在這個 迷惑顛倒欲此無自 在這些中間的眾生中間 去逗他 這才是修菩薩行的處所 但是明知的難行 但過去有些俗話 明知三有虎啊 偏上虎三行 明知的眾生難度啊 他發菩薩行 一定要度眾生 不但度一個兩個 要度盡眾生 然後帝章菩薩 就發這個願了 低於不空 勢不成佛 眾生度盡方正菩提 就這個含義了 這位菩薩 南行的菩薩 他連對自己 為自己 一個念頭都沒有 為什麼有一念 是為自己的 念念的是 度託一些眾生 我們經常還說兩句話 不為自己求難樂 但願眾生得幸福 絕對不為自己 求一點點的好處 只要眾生得好處 得泄脱就對了 令其清淨容得處理啊 讓這一切得度的眾生 永遠處理苦海 都能夠得到清淨 無有無言 何以共 何以爭取上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菩薩要給眾生 做指導者 做指導者 明破除黑難 指導眾生都能得到智慧 破除黑難 破除顛倒 破除煩惱 脫離神色的苦海 要想菩薩 要想菩薩行菩薩大 就要得這樣做 法應入世 一切法 一切法都應當做 這樣做 需要行菩薩大 就應當這樣做 不去不求 無所求 無所求 只要一切眾生 脱離苦海 行菩薩大 接著來行菩薩大 但是此文 專職著 難行菩薩做的 難行能行啊 難得行啊 看看 這才是到這個 第八行的菩薩 始祝 始行 第八行的菩薩 叫難行 得行 什麼是這個菩薩的 難行得行體呢 大怨 怨波羅蜜 為他的體 為他的體 能夠使一些眾生 都能處理 菩薩給一切眾生 作為 智慧的指導者 就是明道 發音入世啊 無所求 單問眾生得成道 這個含義 單問眾生修菩薩道 因此得自難問的避難 避難 那一切眾生 都能達到避難 波羅波羅蜜 避難呢 就是此難是苦海 避難是難樂 都能達到成佛 成就而多了三百分 成就無上正等正解 是為菩薩 是為菩薩 第八難得行 第八難得行的菩薩 難行能行 眾生難度 難度一定要度 難度能度 以下講第九 第九是善系善法行 善法行是講什麼的 講菩薩的力 度眾生得有力量啊 沒有力量還行 叫力 環境跟其他的經論不同的 就在於此 本來是六波羅蜜六度 環境看十度 十度 咱們現在講的是 六度以後的 這四度 這是講的願跟力 散法行就是力 散法行 力量的力 那靠什麼力量 一個私在力 一個修習力 菩薩修行產生力量 菩薩內觀 修灌 灌產生力量 這種力量呢 一般的說就神通 有的人 有的人是報德的 有的修定 從定中發生的 通力 有些菩薩變化 現種種神力 都在中上 大家看過那個 不要激公傳啊 道激三思 他還沒到這一心 沒有像咱們說是這一心 這是以俄羅漢的 轉化為菩薩的時候 他那四現種種的行 那就叫力 神通力 咱們解釋神通 神通就是心 所說的力就是心的力量 神的就是自然的心 神明天心 就是自然的心 通的就是那個有智慧 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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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天心 就是你的心 智慧的力量 就叫神通 在這個菩薩摩克薩 修散法型的時候 就叫力 在這個散法當中 就是身口意 散業的力量 說法 身體修行 給宋生做表算 宋生不知道怎麼修行 你給他做樣子 要他怎麼修行 就是身口意散業的散法 說現神通 身子一動 就飛到上海去了 再一動就飛上海去了 你在這坐著 在五到三坐著 就看見上海的人 在那幹什麼幹什麼 我們呢 我們在那個 美国時候 我們有個老和尚 他從美國回到上海 他的道友得五到三 在廣州毛棚 他看他回上海了 他可沒離開五到三 這叫神通力 老和尚到了這五到三了 他跟他說 說你母天母天到的上海 你下飛機的時候 拿幾個人去接你去的 這叫神通力 你聽見好像他該了生死了吧 還沒有 這意念在你定力當中 這叫所謂通 定力當中 修定的時候 有這種通力 還有化眾生的力量 教化眾生的力量 說法 說法嘛就是 我們的說法是依照佛所說的 這解釋 照佛所說的法 就是覺悟的方法 我們把這個覺悟的方法 傳播 傳播給未聞到 覺悟方法的人 但是這就叫善法力 佛所說的法 就是善法 善法是對著那的 就是善法 產生的力量 在那口頁 你說法 人家聽 人家信 就有力 不聽不信 你沒有力 你身所做的 比如說我們拜餐 我們磕頭 我們現在沒產生力量 什麼樣是產生力量的 你這個頭磕下去 佛現身 你能有了 或者能修你的業障 力量有了 轉變現實的環境 力量有了 這叫神童 其實神童很平常 就是在你身口頁 所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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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奢大成論裡 奢大成論裡頭講 這種力量 這種力量叫 施災力 所以你的思想 思維 選擇 它產生一種力量 是義的力量 義的力量 你這種力量 能令你所修一些的 善的行為 能夠得到堅固 能夠得到決定 能夠得到不退 言的 語言的 所說一些善行 神的所做的 所說的善行 思維所想的 思哉力所想的 所善行 這叫善業善 現在雖然是善法行 是第七行菩薩 他也跟九弟菩薩 到第九弟菩薩 等了善法師位 九弟菩薩就說法位 叫善法位 這個菩薩所修的善法行 這更詳細的 更微妙的 達不到九弟菩薩 但是他已經能相似了 法師位善說法要 到了九弟菩薩說法 能令很多人開悟 能令很多人入道 覺哉善以思維 助法的功德 助法的過失 哪些法是過失 哪些法是功德 這叫思哉力 產生有力度 有力度 這叫菩薩摩赫薩的善法行 此菩薩 這不是一個啊 此位的菩薩 就是到了善法行為的菩薩 他能夠給他 他能夠給一切世間 天 人 磨 飯 沙門 破了門 做清涵 做清涼法辭 做清涼法辭 熱鬧 洗個澡吧 到什麼地方洗下 清涼法辭去洗 就是一個池塘 這叫奢侈正法不斷佛葬 說法的目的就是佛種不斷 法不斷 這個九地菩薩 他所得到的 就是他自身正得的 得了清淨光明 托洛尼 說法受寂便才無盡的 托洛尼 得具足意托洛尼 一便無盡 都覺悟使法托洛尼 法辭無盡 得迅士延此托洛尼 辭此無盡 得無邊文句無盡意 無奈門托洛尼故 無奈辭無盡 得佛灌頂托洛尼 灌起頂故 歡喜辭無盡 得不由他物托洛尼門 光明便無盡 得同便托洛尼恩物 同便無盡 得種種意 身 具 身文 身中 訓示托洛尼文 訓示便無盡 得無邊玄托洛尼門 無邊便無盡 無邊便無盡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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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是絲 匪 並是絲 之道 除了你 翻咱们的花言 种词 种一切法 词无量意 这里头讲辩 辩论 辩论 辩论不是简单的 不是跟人家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谈论一个问题 要想达到明 达到慧 辩论的目的是把业障给消除 把货业洗干净 天上的把乌云给它拨开 让它光明显现 太阳月亮 辩论就把那些个障难 把那污名烦恼 吸气 把它拨开 向你自信显现 这就变 变的意思 这个都加个陀罗尼 每一法 都有它的本身的含量 含的吸收的量 所以就种词 陀罗尼亚叫种词 清净光明 陀罗尼 就是这个 陀罗尼的含道 清净光明 而受计陀罗尼 无尽的 那就是这个陀罗尼里头 种词 变才无尽的 它那个义理 言辞 义理 这才叫辩才无奈 觉悟实法的 陀罗尼 那就得把 觉悟实法所含的 无量意 无量语言 无量言说 陀罗尼 种一切法词 无量意 每一个 每一个陀罗尼 都入词 你懂得了 这个陀罗尼 就叫种词 后头都加个陀罗尼 前头所说的一理 什么叫 文 句 身 一个字 叫字 四个字 五个字 这一句话 叫句 十句八句九句 完了成了多句了 编成一个文章 这叫文 这个合起来 就叫身 名句文身 这是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里头 从一个字 到一句话 乃至于到一章 一篇文章 这个就是他的身 名句文身 就是这篇文章的体 这篇文章的体 把这种的光明液 就是清净光明的 突鲁鸽雅 途鲁鲁鲁鲑炙 就是把那些眼物 污 十字 中列清净光明的 把它全部 扫除 达到清净光明的了 嗯 是这个意思 得清净光明 普勒尼古 到了这个 此菩萨 他能够 此菩萨嘛 就是这散法型的菩萨 他能够说法 带在这说法实话 明句闻神 一句话 一句话里所含着道理 乃至这个道理 整个这一段文 体是什么 那么咱们这一段文 体是什么呢 是力 什么力呢 菩萨说法的力 杜众生的力量的力 咱们上后跟大家讲 十度 就是布什禅间言识入 能把它编成两句话 思界引进禅 慧方愿力自 这是十度的第九度 力度 这是华人的十度 只有华人经 讲十度 十大经都讲六度 华人经从智慧里的开 慧度里的开 开一个 有力 就是到力度 前头的第八 发愿 是愿度 第七 方便散强 叫方度 最后了 是真实字 是智度 那叫文书的 大字文书的 一个字里了 咱们讲这散法行 要有私宅力 还要有修习力 还有献通 不说法 献神通 佛在很多经 没有说法 还没说话 先放光 这是力 放光 光中就说法 有些个菩萨 他所如来放的光 就明白 如来所要说法的道理 光中含义 有时候用光 这就是现象 现象里的含着 特别子量 子量就是奔子 咱们讲到前头 这个施载力 休息力 暴通力 病通力 变化通力 这就是这些个力度 这些力度 才产生了这些个 陀罗尼 每个力度里都含着 无量意 就是 总一切法 此无量意 就叫托罗尼 此菩萨 不是一个 此位的菩萨 第九的 第九行的菩萨 就是说法位了 一般叫说法位 在说法受计的变才 说法受计变才 无尽诈 这叫什么呢 具足义 托罗尼 这个种词呢 就是说法受计变才 得觉悟 实法 实法 觉悟实法 什么 真实法性 觉悟了 明白自己自信了 这叫真正觉悟了 助法的实性 一切助法的体 这个 这个托罗尼 就是 种词 觉悟实法 训词 训就是教育 训告 古来讲训告 就是 教育 教育当中 一定假言词 假解说 那就 这个托罗尼 就是 逊词的言词 词遍无尽 词遍无尽 那么 含着里头 含着 文 具 无尽意 要想成一篇文章 你要做一篇文章的话 一个字 一个字的 答成一句 答成一句 一句 成了个文章 这叫文章里头所含的 它有一定道理的 就无尽意 总词这个道理 就叫 托罗尼 托罗尼 这叫 辩财 无奈 无奈者 耐上